18号早上9点 西湖里的里长黄建宗和当地的民众刘石荣等人来到防疫所 拉起白布条抗疫表示 最近几天动物的尸体处理不及散发阵阵的臭味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赶快处理 不要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以免影响周边常住居民的生活 前天嘛前天我在我们刘石荣云堂 我皮有臭味 因为白天晚上下来以后 那那个乌一下来我们整个户军真的是很吵 两万块兵就疲到了 那是最近才有的是不是 最近我那天我也不知道是穿人去的 有一天我闻到大概在15号14号的时候 我就皮有一个炒尾用几块 那怎么晚上到了就捆了一个丝臭味 这就是我们住在对面这个社区是不是 最均就是这个丝帖太多 臭味非常的重 你看这个丝帖的时候 大家动物的丝帖全部都放在土壳 后期我们去后边看丝帖全部都在土壳 是不是啊你这些湿水的时候 老在土壳的时候 老在那些家里的时候 影响到地下水 影响到这些空气 我们每天的时候闻都不离开 因为很吵 动不掉 因为我反应有很多 防保机我也看不过了 是不是啊 来的也没有吵 是不是啊 我现在的数据就很简单 你们就是板工的 原子留着没有关系 但是焚化炉麻烦迁移易民农庄 根据防御所资料统计 全县动物尸体都是送到防御所焚化 每年焚化量是由45吨 提升到120吨 日前搜寿的动物费死都是放到冰库 但是有时同一个时段 民众送来的动物尸体太多 或者是过大 冰库没有办法容纳 才会采入天战志 这次的原因是因为 有时候一天当中 民众不定时他们送进来的尸体量会比较大 那我们的冷冻库这边比较有限 那我们为了能够连续粉烧处理 那那个就没有把它放进冷冻库 避免说那个影响到 那个连续粉烧的一个流程 那这边我们也会做相关的改善 那县府这边有做生物处理机 可以做这个另外一些土地处理的部分 那可以逐步的一些缓解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往后也会竞速的将这些进来的动物尸体 做一个焚化处理 避免影响地区的环境 那我们也会加强消毒 那也会利用林伍所提供的一个生物碳 来吸收一些不良的空气 来改善空气品质 因为自从牛肩切诊以后 那我们每年都要进行一个牛肩切诊的一个注射 那还有口提液的注射 造成生物体一个紧迫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说在去年其实死亡的动物 牛肢死亡的部分就会有一些攀升的情形 所以打针被吓死 不是打针被吓死 就是说就像我们人打针也会紧迫 那生物也是一样的状况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相关的后遗症 防御所表示 已经连续操作逢化作业缩短露天站制的流程 加强环境清理消毒 并且使用生物碳的调节吸附不良气味 加强喷洒消毒水来减少臭味 跟避免疫病传播的危险